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西湖龙警察的核心产区将开启大规模的采摘 6800多亩茶园需要上万名的采茶工忙上一个月 那么面对疫情怎样才能顺利的找到工人呢 又该如何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打开销路 让龙警察相飘千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 这边排队尽快拿行李 行李马上马上进村 沿着蜿蜒的山路 26辆采茶接送专车 带来了首批546名采茶工 沉寂很久的龙警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这个茶叶今天是个宝 明天是个炒了 就过的时候就不好了 有这个病群的 可能是大家都出不来 进进不来 茶叶采摘季节性很强 采茶工数量必须有保证 可今年村里统计出来的人员缺口 仅1600人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 2月份以来 龙警村几乎动员了所有的村民 分成了10个工作组 对接外地采茶工 这空间商量的 家伙打的话我也打了好几百个了 打了几年是这个事情啊 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找来了工人 随着专车的抵达 新的问题又来了 龙警村所在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考虑到交叉感染的风险 要求每位茶工的住宿面积 要在四平米以上 这意味着 按照原有的距离条件 有近一半的工人无处安家 以前对这些事情 我们是都不用去管的 村民自行解决就可以了 但现在不行 现在每个采茶工的吃住行 我们都要管 而且要管得清清楚楚 为了不耽误农时 村委会借用了周边的民宿 这才勉强填上了住宿的缺口 眼下工人们已经陆续上山采茶 但采下的茶叶 却面临着更加尴尬的境遇 在西湖梅家屋村 卖茶成了一件家家户户 都犯愁的难事 今年不行 反正上个星期六 星期天 稍微人多一点 就是昨天 今天几乎是没有人 眼下梅家屋 已经有七成左右的茶楼开业 但大多数茶摊都是冷冷清清的 很少能看到游客 没有客源就意味着茶叶卖不出去 不少村民开始从老客户身上想办法 但效果并不好 像晚年这个时候 有人我们家有人就是打电话来订 现在好像是到现在没有 老客户有量少 你现在卖出去可以 大概一样是可以卖个两三千以上 你现在下次只有一些一下子 怎么办 传统的销售方式卖不出去怎么办 这几天 没家屋的村干部们 想到了直播带货 村主人朱奶红亲自上阵 头一回客串了主播 19号到20号左右 我估计能 大面前开采 对对 让朱奶红想不到的是 直播过程中 炒制的四份西湖龙井投锅茶 还没有等炒完 就实现了秒杀 没有 根本没想到 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叫什么 点击量是吧 网络销售的一军突起 让茶农们看到了希望 朱奶红告诉记者 以往梅家屋八成的茶叶生意 都在线下门店完成 电商只占两成左右的份额 而今年 村里已经有六成左右的商户 都玩上了直播带货 加大了力度 特别是在晚上直播 本来我们一个是兼职的 现在我们有五个人 上午下午晚上 就一天有三场直播在销售 把省市的一些销售 把它夺回来 眼下 梅家屋村已经和多家电商平台 进行了深度合作 吸引了不少网红来村里直播带货 全村的西湖龙井线上销售量 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左右 在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疫情带来的影响 浙江台报道 今天 省长袁家军赴清田专题调研 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毫不松懈 把防控境外疫情输入 作为当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坚持效果导向 坚持全省一盘棋 省市县联动 坚持科学防控 精密制控 闭环管控 深化完善 一马一库 一平台一指数 坚决守住 返乡排摸官 入境管控官 通道管控官 社区管控官 隔离管控官 和医疗救治官 奋力夺取 我省疫情防控阻击站 更大胜利 为全国大局 做出浙江贡献 清田是著名的华侨之乡 袁家军来到 清田社侨集中医学观察点 罗曼花园酒店 与现场工作人员深入交谈 仔细询问 集中医学观察情况 并与正在接受 集中医学观察的 西班牙侨胞老郑视频连线 袁家军说 大家承担返乡侨胞 集中医学观察的管理服务工作 岗位频繁 贡献重要 要落息落实 集中医学观察各项措施 切实做到管控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 有力有效 阻断病毒传播 清田游竹街道 知竹社区 现有华侨侨卷 侨署4428名 袁家军边走边详细询问 街道和社区干部 境外返乡人数是否摸清 联系人制度是否落地 防控措施是否形成闭环 袁家军说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 第一时间发现 尸管 托管 漏管风险 关键靠社区 希望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坚持大数据加网格化的好做法 也把社区小门守住家门 袁家军叮嘱社区工作人员 认真做好安全防护 避免交叉感染 袁家军指出 疫情发生以来 离水市防控工作行动早 力度大 方法好 机制完善 措施精准 执行到位 以领导力实现了管控力 成效显著 为全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强调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但防控境外疫情输入这场硬仗 才刚刚开始 任务十分艰巨 必须慎中如实 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和十大防控机制 仅最大努力保障包括海外浙级侨胞在内的浙江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要密切跟踪研判重点国家和地区疫情形势变化 依托大数据加网格化 运用健康码国际版 全面摸清华人华侨底数 坐实国内外联系人清单 第一时间掌握入境反证人员信息 形成提前支提前控 全程支全程控的全链条闭环管控 要加强与省内外入境口岸的协调衔接 做好入境反证人员落地检疫 信息查验 移交转运 隔离安置 应急救治等工作 做到严密有序 顺畅高效 要未与筹谋统筹安排集中医学观察和医疗救治资源 依法依规落实属地集中硬隔离和居家隔离应管控措施 要牢牢守住社区 厂区 商区和酒店宾馆的防控最后一道关口 发挥精密制控3.0版的作用 强化省市县乡村五级联防联控 防止出现失管 托管 漏管 要加强安侨 圆侨 建好用好海外公共服务平台 加强与当地政府 侨领和我驻外使领馆的联系沟通 引导海外侨胞理性对待疫情 尽力帮扶困困难侨胞 协调解决医疗物资紧缺等问题 让侨胞充分感受到家乡的关怀和温暖 浙江台报道 为了应对疫情所造成的影响 我省相继出台了税收减免新政 那么如何把政策落细落实呢 各地通过大数据排摸精准定位企业需求 在西湖区税务局 工作人员吴华沙通过税务系统进行大数据比对 按照所属行业和企业经营数据为标准 可以快速筛选出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 很多企业它不一定明确地知道 自己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属于这个范围 我们是主动地去筛数据 然后主动地去联系纳税人 经过比对 吴华沙从6000多家企业中筛选出了符合条件的400多户 根据数据反馈 负责一对一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孙晴 马上联系了一家餐饮企业 你们是可以享受这个税收优惠的 住宿业发票开了可以免税 那么餐饮服务的发票收入也可以免税吗 这个是可以的 只要是属于生活服务业 你看那个住宿业发票 生活那个餐饮费发票都是可以免税的 经过指导 企业不仅了解了优惠政策的具体细则 工作人员还为他们提供了不同事项 无接触办理的网上通道 除了利用现有的大数据系统进行比对 针对一些工作人员无法解答的难题 还可以通过B打码 将难题汇总后分解给专家团队解答 截至目前已解决问题超过1800多项 我们专家团队会根据它的不同的行业类型 来给它定制一个 哪些你可以享受 哪些你可能暂时还不能享受 巧用大数据主动出击 不仅可以在前期让企业精准了解政策 还可以在政策实施后助力查找问题 位于曲州江山的花木匠家居正面临纳税申报期 当地税务工作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 尽管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但付税率不降繁升 经过现场分析 企业销售增长但进向税票的骤减 是导致企业税付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一情况 税务部门向企业提出延期缴纳税款的建议 目前曲州通过大数据分析处理 以帮助64户税付异常偏高企业 办理环缴税款2489万元 浙江台报道 今天起杭州市的中小学校 开始设立一校一测的防疫工作 到本月的25号之前 杭州市所有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将完成开学前的防疫准备方案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正在对学校各个区域开展全面消毒工作的 是杭州市胜利小学请来的专业消毒人员 每间教室消毒完成后就会贴上封条 避免污染的同时还可以保留60天益军 学校采购或家长捐赠的口罩 酒精消毒水等防疫物资也陆续运到学校 学生教师及家长的健康信息 学校每天都会通过平台更新 随时查询追溯确保数据的精准性 我们准备花三天的时间 对两个校区进行一个无死角的校杀 保障开学的安全 在杭州学军中学 每一位进入校园的人员 都必须进行红外线测温仪检测 今年学军中学共有130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 预计高三学生会第一批到校 仅高三年纪处 目前已经准备了2万多个口罩 及时预警家长 避免跟有隐患人群的接触 为精准掌握师生健康状况 台州金华宁波等地近日推出了入学码 师生不仅要每日申报自身健康状况 还细化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开学后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等 复学后将作为所有师生出入校园的重要凭证 浙江台报道 从昨天起 全国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和医护人员 分批撤离武汉 我省第二批原厄医疗队的150名医护人员 完成了就职任务 明天将会返回杭州 今天的云对话 我们来连线浙江第二批原厄医疗队的队长 浙江医院副院长宋百山 回顾这50天嘛 有什么样的瞬间让你觉得很难忘 我们的医疗队的收拾了有一个 大概40多岁的一个男的病人 护士他们非常有心 也考虑到病人插管以后 他不能就是进行语言交流 几个护士就想办法用一些简皮话 比如说胸口痛啊 或者是要拿着痒啊 我们叫他非语言交流 病人出院以后呢 只捐了五条呼吸器给监用医院 回想这段日子 您觉得这个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 刚刚他们上岗的时候 我去送他们 但是我还偷偷摸摸拍了几张照片 那种感觉呢 还是 他们很多人 比我小孩子也就大了几岁 我给大家做的这个承诺 要把我们这个团队弯弯着带回去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任务已经结束了 即将回到杭州 所以说今天呢 我感觉到我的思言 我的诺言快要实现了 所以我今天也比较激动 现在我们要回来了 您从武汉带回了什么吗 天佑医院给我发的那个一个工作 临时的工作证 那这个工作证呢 肯定我会长久保留的 见证了这是带队在武汉的抗疫行动 很有纪念意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科学控疫情统筹谋发展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请大家继续关注 浙江卫视的各档特别直播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